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在电视节目上明确表示将会以全民接种为目标 更不排除要做的措施 就是要出示这个疫苗的通行证才能够进行日常的活动 例如会限制未接种疫苗的人士进入部分场所等等 这个与上年12月特首所声称打疫苗是致怨 是完全相反的做法 政府解释说由于Delta变种更强大的感染力 令以往幻想的七成的疫苗的接种率都不能够再达致群体免疫 就没有放宽社交距离的空间 因此香港将采取的防疫策略就将会改造这个全民接种疫苗 近日几位专家学者就包括袁岳勇 就在报纸上赞文就指出了 说由于目前Delta是更强的变种 令到2019冠状病毒病的繁殖率就由2.5增值7倍 因此就令到复必态的有效率跌至88% 令到全香港97.4的市民去接种疫苗 才能够达到群体的免疫 而以科兴对Delta的有效率达至60% 乘以的计算 群体免疫的门栏是要达到142.9% 什么是142.9%呢 这个数据超过了100% 也就是代表着就算全民打了疫苗 也都无法达至群体免疫 因此任何负责任的政府 在面对着更具传染力更恶的变种的时候 当然应该采取的就是改变疫苗的策略 就是放弃较低保护力的科兴疫苗 而全民改打复必态 更何况有人例如这个人大的田北辰之旅 早前就已经自爆打了两剂中国国药疫苗之后 约半年 它体内的抗体就已经跌至边缘 因此抗体将会无效 这些表面上数据打了针 但实际上没有防疫功效的市民 除了令政府自己觉得这个是我感觉良好的安慰剂之外 根本是没有这个抗疫的能力 只顾数据上谷针 却不顾打针的实效 有意思吗 亲政府机器和政党 例如民建联在年初 就不断为这种中国国药的疫苗作宣传 例如他的主席李慧琼甚至1月27日的立法会大会上面 散播众伤伏必态的谣言 侧疑非中国生产的疫苗 就指有很多市民都担心 会令到香港人水土不服 半年后来看 正是这帮亲政府政党最坚定的支持者 老人是拒绝打疫苗 那为什么上海复星代理的伏必态 就没有早前科兴所拥有的待遇 得到政府的支持 走去谴责这些散播谣言 减少市民打疫苗的虚假言论呢 只撑科兴不撑伏必态 将科学的问题政治化 究竟是由什么人带头的呢 这大半年来大家都早已预料了 病毒是一定会变种的 因此本身效率较低的科兴 或者中国国药必定的保护率是不足的 第二疫苗的有效期是短的 由于田北辰所说半年就已经够期了 那那些打完针之后却失效的数据 是不是为了政府制造了一些虚假的安全感呢 第三 亲政府阵营不断去搞这个疫苗政治化 不是看疫苗的效率 而是政治化坚持撑科兴 这几点加上来的结果呢 就是就算全民打针 都一样是不能够达致群体免疫 也就是不可能放宽旅游和边境 因此根本搞不到任何的群体免疫 由全民检测到全民谷针 特区政府的所作所为 都好像六十年代的三面红旗 完全就是土法炼钢式的这个疫苗大跃进 不去研究针后的抗体有多少 如何去争取这个群体免疫 只是一边被亲政府阵营宣传水土不服 一边就怪市民不配合打针 到最后发现最多优惠最支持政府的长者 只是得这个三成的打针比率 这一切可谓完全的自作自受 由亲政府阵营成功争取 我是林冀 多谢大家收听